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第一个位置 钓鳝鱼的地方 环境漂亮吧 一个大水窟 这个位置发现了一个洞 感觉像是鳝鱼洞 不确定 钓一下才知道 我的经验还是没判断错的 是一条鳝鱼 看见没有我都把鱼引出来了 听见日吃很美 这鳝鱼好饿 中货 上货 零二两的条子 今天第一条收起来 这根条子有二两 现在我们再找一下 今天这水库旁边发现好多防散洞 感觉来晚了一点点 现在这上面这个在抽水 要是早来那么一天就好了 看见又上了一根小条子 这根小条子一两左右 跑好快 跑好快 都够流血了 收起来 今天这水库来得太晚了 它在抽水 水位下降了一米多 要是再生一米多的话 肯定要好吊得多 那上面那条根子全是黄山洞 并且一眼就能认出来的那种 在这上面就搞了三条 现在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看一下还能不能吊几点黄山 老铁看见没有这是什么 哦呦看见没有 我现在把支牌杆放起来 准备把它搞上来 我把它绳子系在这里 刚刚一过来一引了一下 就发现重货了 这里要上一段 看刚给你们看不正 水库里面的黄山就是大 大火啊 大家看一下 有多长 看见没有 这里黄山三两 这两天的话天气很好 然后阳光很充足 所以说我选择的都是在水库里面吊 也让我收获了很多大火 竟是三十两的 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石头风里面 已经吊了一条 现在我再透一下 看一下这些风里面还有没有黄山 刚刚在水库那里 然后试掉了一下 没有了 就只有那一条 然后下来的时候 在田里面又吊了一条 现在准备回家了 已经开始变天了 给大家看一下 天都黑了 好像又下雨了 还是例行公事 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收获 不管吊多吊少 都给大家看一下 这条大的 这条大的就是在水库那个位置吊的 三两 我说它有三两的话 在座的各位没有意见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有喜欢小黑钓黄山视频的 请帮小黑点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